Hello,大家好,我是C股井,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今天有两个话题跟大家讲 两个话题之间的关联性也很高,第一个话题当然就讲一下河马 河马两个抖音账号也被人封了,唯有用那个得很少人的微信账号去做直播 今天早上河马也有去骂河八,除了能够见到他那张嘴唸之外,骂人那里其实他也是不知不觉之间泄漏了一些重要情报 究竟在什么呢?买下关子先了,另外第二样东西,河马也学精了,即是他以前会专选夜晚时间直播 自以为夜晚时间黑粉就会少一些,但其实无论他凌晨12点还是两三点直播,仍然都有不少黑粉 结果现在就醒目了,转来朝早8点、9点直播,叫做少了一些行家去盯住他 不过就是说少了黑粉,所以他朝早直播的观看数也是暴跌的 好了,接着第二个话题就会去和大家说说公屋父户 其实今天也上了做新闻头版,故意不早不说现在说 有四个居屋居民由于隐瞒了他们拥有的资产,所以就被人收回他们的公屋 当然了,连居屋都没得住了,不过最后上了法庭被人判出来的 我觉得太过轻,轻到极度不满,因为我担心就是说 喂,现在那些骗公屋的人判这么轻,那将来河马就是判这么轻,是不是? 相关的细节就放在后面和大家慢慢说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河马在抖音群里就说明了,自己被虚人搞,所以就播不到直播 这个就活该死了 好了,今天早上直播买菜,想做到一个嫌妻娘母 不过就没什么意思,因为毕竟大家都陪伴了他们两个多月 真面目真面孔那些大家都相当清楚 另外,河马也在昨日的直播就表示自己就学到财商学院 就学到一年班,整件事真的竟似吹水 因为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就算你说香港读书,内地读书 甚至乎你说我去到美国读书都好,通常是只有接受正规教育的人 例如说,我是今年大学year two的,我是小学三年班的,我是form four的 通常是一些由政府认可,并且是全日制的学校 大家才会用多少年班,form幾,year幾去形容自己 通常一些小型的兴趣班就不会用多少年去形容自己 你都不会说,我今年就是摺子兴趣班的year two学生 你从来都不会听过有人这样去说自己 还有大家都明白,财商学院最重要是收你学费,收得你很贵 总不可能就是和你提供那些全日制课程 他那些最多都是说,可能六千元四堂,一万元就十堂 大家就想像一下,好像这些那种收费的课,你怎样可以读到一年班 你读一年就要十几二十万,你猜你现在读医生 还有大家去想像一下河马的性格,他会不会真的这么大方 愿意去给钱读这些班,他最多就是叫阿伯给钱自己 我是真的从来没见过河马是叫做大手不去给钱的 即是但凡多过五百,多过一千那些,没见过他给过 所以河马说自己什么读到一年班的话,那完全是信不过的 你有什么机制去proof到原来你是一年班学生,那你有没有暑假? 你平时有没有假期?你全日制?你一日读多久? 完全没有,他什么细节都交代不了 还有河马叫做读了一年都没发达,那代表他的财商学院是废 不是说你需要由零变一百万才代表你厉害 如果你真的读了一年,你开始学到少少东西 其实你一年要赚十几万也不难,是不是? 你一年赚十几万,其实跟你出去打一份普通的工都是一样的 你无论是做便利店也好,做快餐店也好,你一年都会赚到十几万的 但是河马就说到自己很穷一元都没有,表示他的课程根本就不赚钱的 纯粹就是靠人去帮他赚钱的 好了,接着就说一下河马骂河八那里,其实挺好笑的,那个场景是这样的 河马就在街上做直播,直播买菜,接着阿八无端就在拍他,跟他说,喂喂喂喂,有点东西啊,有点东西啊 好了,河马就生气,就说,喂,你吓我了,你搞到我的手机掉到地上怎么办 你不要招惊无散地吓我,搞到我以为前面有几大件事,我以为前面有仇人 好了,那究竟阿八好地地为什么要去拍河马呢? 在直播那里也有说,见到有店铺可以复印 那什么叫复印呢?香港就叫做影印 例如说,你见到文具店,我要影印身份证,我要影印这个证书,即是那种影印 好了,其实说个题外话,我觉得阿八是很可悲的 不是因为他被河马骂,而是说,当一个人居然可以因为一件这么小事 还有河马也说了,影印这件事不急的,今天不印就三天之后印 没所谓的,一个人有时候居然是因为一件这么小,还要是不急的小事 然后一旦见到,别人见不到,就好像很兴奋,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一件头等功劳的大事 也很兴奋地告诉别人,知道吗?我发现,那里有得影印啊!那里有得影印啊! 即是仿佛好像一世人都没有做过那些有价值的大事 唯有要靠这些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彰显自己的价值 当然,这个可能是我偏见 我们先说一些正经东西,不要单纯去笑,就是说,哎呀呀,好伯又被人骂啊! 不说这些低端,我们先说正经东西,好地地,为什么要影印呢? 其实在这个年头一定要影印的话,一定就是一些政府东西,很重要的文件才需要影印的 而且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现在无论是香港也好,还是内地也好,都很先进的了 对于一些没那么大件事的,相对小事的申请,已经是说不用用纸了 即是很多人用手机,直接拿自己的手机都已经可以申请到了 例如说香港政府那些,你长者百通啊,你老人卡那些 你十几年前可能就说又要填表,然后又不知道去哪里交表,然后又说要下去找人帮忙啊那些 但是其实现在都不用了,你手机apps直接拍照,拍身份证,好像一两个月之前才帮家人搞完 然后把卡都已经收到了,甚至乎政府越来越多东西都是说直接用手机搞,然后你报税啊那些 你又下载政府的脂肪便利,什么都可以的,国内政府更甚,是不是? 因为内地的手机啊,基本上是什么都包了的嘛 好了,那有些什么是说手机包不了,你一定要去影印身份证副本的呢? 通常就是说你买楼,又或者你是那些比较大规模的资产转移 例如说,我陈单位要转名,那暂时就没有任何手机应用程式是说 你可以不露面,然后就这样影印自己身份证就可以全部搞到的 所以,其实阿伯他之后就是跟河马说,sorry咯,我见到那里有福音 其实阿伯是无意之间泄露了究竟他们回到内地的目的是什么 即我们就会以为,哦,原来他们回到内地是游戏咯,因为降低生活成本 因为想有足够的钱,餐餐吃海鲜,吃到阿伯什么 哦,原来不是的,原来他们是还有些正经事去搞的 大家都知道,河马是一个很注重自己私隐的人 他很少会泄露自己私隐给大家听 当然,他说大话是会穿崩,是会爆 但关于他个人的隐私,他儿子的隐私,他平时做事的目的 他很少会把最真正的面对大家说 但是,现在阿伯无意之间爆了出来 所以很难怪,为什么河马会黑面 为什么今次河马的反应这么大 真是发火去那话可罢了 其实这件事是理解的 因为河马他开直播,就不像我录播那样 我说错话,我可以剪 例如说,今天有些事在家里录音,就算我老爸又不敲门又冲进来都好 没所谓的,我剪走了那段,谁知道我爸爸进来 但是,如果我现在在做直播,然后我老爸又冲进来 我制止不了他 也很难就是即时停了直播 到时候,爸爸跟我说什么,我就会带出羊相 所有事都会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明白为什么河马会这么扯火 原来,爸爸不看场合,不看情况说话 就不只是针对自己的五个子女 其实他对待河马也是一样的 都是在说,不管了,你正在做直播,随便吧 虽然阿伯也有说,我不知道你直播 但是你正常一个细心的人 一个人拿起手机,究竟是在玩电话还是直播 很难是发现不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相处 我相信在镜头后面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好了,接着就去看第二个话题 看看你公屋库户是怎样 我相信大家同样都比较痛恨一些欺骗政府资源 好像河马这些什么人 房屋委员会在昨天公布 有四名公屋居民分别在申报入息和资产 还有就是说,购买居居单位的时候 没有申报自己在香港有楼有资产 已经超越了公屋入息限额100倍 他们四个个案都是同被判监14天 不过就是换营12个月,分别是罚款5000或10000 另外面临被房屋储收回单位 其中一个就是牛头角彩德邨的公屋住户 原来是拥有鸭利洲工业大厦的一半物权 估值620万,超额了两倍 另外,顺利村一个居民拥有中西区住宅物业 在他用公屋买居屋的时候虚报没有物业 结果东窗事发,当然居屋买不到,连公屋单位也将会失去 房屋储发言人提醒,必须如实去申报 如果明知而虚假申报,罪名成立最高是最高 罚款5万元和监禁6个月 房处也会向住户追回 因为资料不正确,所以少付的租金 虽然他说会,但实际上大家看到了,有没有真的这样做 说监禁6个月,但每个人都说监禁14天 每次都说换营12个月不用坐 所以根本就不够辣了,而且都不见 他们说法例上我们有机会追,但都没有一次见到他们会追 最多就是收回他们住的单位 所以我是觉得罚得很轻的,而且无论你说罚他们5000也好 还是罚他们10000也好,你想一下,你就这样住一个公屋单位 给2000元租,它只是那个和市值的租金差价 那里也不止5000和10000,你就试试在外面租那些正正常上的二人单位 你就试试究竟要多少钱,即是万多元都不奇怪 你单人那些在外面租,随时都要5000,000 一晚收回他的单位 在我眼中,其实是和罚酒三杯是没有分别的 即是说,各位大哥,不好意思啊 压了你家公屋住了四五年 现在弟弟我,罚酒三杯先 我最担心的是,何马将来被人捉到 然后收回房子的时候呢 如果又是这样,同样就是判你14天 然后又换刑三个月的话 又不知换刑多久的话呢 那其实又是罚酒三杯 到其实政府的威信就全无了 还有大家要知道,好像四年前 还是五年前,反对派那些立法会议员给政府DQ的时候 都说会去追回他们的人工 那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追回这些滥用公屋的人的市价租金呢 还有大家要知道,这些人呢 他们会被人赶走 他们会被人发现是滥用 是因为他有钱嘛 是被人发现他有钱嘛 所以更加不怕向这些人去追逃 因为你不需要担心他破产 他就是因为有钱才被人赶走 这些情况之下,最好跟他去追回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直接拿他的物业去变卖、拍卖、做民主盘 其实现在最好应该有立法会议员站出来就说 不行,现行法例不够立 最好加立现行法例就最好 因为现在河马摆明就是拿公屋度假 他不单只是说我拿公屋 有空就回来住下度假先 对不对? 而且阿伯摆明是屈蛇 而且官员已经说我会看着你了 但我仍然照着找阿伯去屈蛇 我说你什么官员 你这些官员都不够我斗的了 仍然是继续把七百多万香港人 踩在他脚底那里 然后每天还可以逍遥自在地直播 有空回来香港住一下 其实这件事真的很不公平 好像河马这些人一定要收回 追回他市值租金 因为他的公屋他不住 有很多人想住 有很多人都想上楼 还有有些进度我都真的不满意 你的政府官员那两个 就是比较大的那两个 一个姓罗一个姓灵 灵汉豪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会跟进 但是你具体跟进去到哪里 我觉得不需要担心私隐问题 因为这些已经去到社会性新闻 我是觉得公众应该有知情权的 究竟房署的进度是怎样 例如说6月15号原来出了信 就被阳光省政府去问 究竟他们有多少资产 人家政府何时再回来 最好就是把所有进度摆上桌面 让大家看看香港政府的办事速度 以及中国政府的回信速度 究竟有多快 如果不是 我其他在滥用公屋的 上面有头家的 个个看到原来何马敢做都没事的 只要我不是那么出名 我不是那么黑人真 谁查到我 就是吧 除非你说 哎呀我又遇到Covrid 我又遇到新冠肺炎 又说被迫留在上面三年 那你当然被人收走间屋 但如果不是大家就想一下 究竟现在香港还有多少人 好像何马一样呢 根本就是当香港的公屋是度假屋 其实很不公平的 就好像何马这些 上面摆到明有头家的人 下来等下等下就拿公屋 但又不见就是说 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在香港 你不见中国政府 深圳政府派些度假屋给我们 有空上去北上去东门 找自己有个单位住下 放暑假了 上去住下一两个月 拿长假了 又免费上去住一两个月 没有的 你都不见深圳政府派屋给我们去度假 那为什么我们香港政府 好像要去承担了派间公屋 给人家去度假 我们不是说不欢迎内地人来香港 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 无认欢迎 但是你有住屋需求 你就自己在香港找个业主 一万元租一个月 你喜欢的 你一生放空在这里都无所谓 你最紧要准时交租 就不是说去给住一个 因为政府背后有补贴的租金 只是给了二千多元 然后就可以放下房子 当我没事了 还有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政府的处罚比较轻 我用龙芯去做例子 龙芯坐了半年监 那为什么龙芯要坐半年监 龙芯就是骗政府东西 又是骗政府钱 龙芯是说他当时 就是那些选举申报 有些钱你用了 你是可以和政府报销的 那当时龙芯是说他 他帮衬了那些 美容那些 好像几万元 好了 那那个facial 你不是说一天做完 可能有成四五次的 有成六七次療程 那龙芯就只做了头几次 然后剩下那些 他说我不做了 你退回钱给我 那龙芯是说 他没有如实去申报 原来人家退回钱给他的那些 那你就想一下 其实那些钱加起来 最多就是万多元 最多就是两万元 好了 但是龙芯又是被判了要坐半年 那你想一下 那些人滥用公屋 你真的计算市值租金 你只是两个月 可能加起来 都要偶特两万元 那条数据又是和龙芯差不多 对不对 那别人那些 已经滥用了四五年 你就数一下金额去到多少 我当你一个月 即是叫做一万元左右 那你四五个月 这里都随时六七十万 是不是呢 计算市值租金 那你想一下 骗了政府五六十万 居然就是说 罚你五千 之后收了你的公屋 你就没得再住 老实说 与罚酒三杯有什么分别呢 政府真的要去做实事 去追回那五十多万 去追回那二百多万 即是那四个人 加上就是二百多万 你追完他 可能随时依加 连公屋加租都不用加 是不是 你每个人又收多他二百 你不如努力点去捉那些人 滥用 和他们各个人收回 这个收五十万 那个收四十万 由这些金主去出钱 到其时 财政就有钱 那就不需要加公屋租金 是不是 总之现在这种情况 确实是不满意的 确实是令人失望的 还有就是说 因为罚得那么轻 你又不是说真的坐牢 何马怎么会害怕你 是吧 如果你说要坐回三四年的 那何马你觉得他敢离开香港 这里不是说你住公屋 你就没资格离开香港 绝对不是说这些 即是你住公屋 你都可以回到内地游换两三天 特别是退休了 是不是 但是何马这些 你上面有头加的 接着都不知道他收了多少资产 还有他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究竟他分了多少资产 他分了那些资产 其实是足不足够 就是在他申请公屋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一早爆了标 这些东西 其实根本就要交代 根本就要跟进 不要经常用什么私隐私隐来做藉口 私隐是属于一些不知名的人 例如说 我都不出名 没有人认识我 那这些人就有私隐了 但是老实说 好像我们这些 就是叫做 出了个样子出来搵吃的 老实说 我都不觉得自己配拥有什么私隐 除了你说身份证号码之外 基本上就是 你出了名 公众就一定要有知情权 特别就是说 你牵涉到政府资源 那当然要去查 当然要跟我们交代 就不要说 居然是可以 被河马这些人 去私隐专员公署 又说要去告人 明明他应该才是等坐牢 现在又可以被他调转枪头 这件事来到现在 都已经7月10号 都还未有什么明确进展 接着警方那些 又不见有什么进度 其实确实是有些失望 虽然见到河马 赚不到钱 但是我们香港人的要求 不是那么低 我们不是说 只是希望见到河马 拿不到四百五十万 我们是说 希望他能够变成黄青霞 还有我们不是黑心 我们不是说 想一个无辜的人坐牢 而是说 周边大家都发觉 有很多事情 都真的似乎不合乎法例 他似乎有很多事情隐瞒 甚至乎河马这个人 有意无意想 在香港搞诈骗 整天又说建议即报 整天又说提指 都不要说捉河马坐牢 你连捉他落口供 都没见过 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捉了 就立即去告 不得保释 48小时内上庭 但是好像林作 陈怡那些 他们虽然现在叫做无罪之身 但也叫做有被人抓过 定时定后需要 去跟警方报道 但河马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仍然还是萧萧张张 正以前正以后 确实是令到我们的心 怎么怎么说好 很忍不住 很招躁难耐 总之房处那里做多些事 你还是这样 根本就无法吓人 假设如果我也有骗公屋的话 我怕什么 我最重要就是说 不要被人发现 不要动那么多 就算被人发现 又是这样 又不用坐 收回公屋 最多就是说 多了出来的单位 不能出租 输了少少时间 赚少了钱 但整体上来说 什么都不用怕 只要我换营那一年 我不要乱趴垃圾 我不要在街上和人打架 基本上我什么事都没有 好了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